中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在这个10月份的交易刚开始 昨天就是带大量的一根长红K 那原则上我们对于这个盘式的一个看法 尤其在第四季的同时 我们是比较正面乐观的 那当然几个重点 我们在今天直播先从一档个股带各位去看 因为台积电的部分我觉得 它是蛮关键 台积电的股价跟市值都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那原则上这个全职王台积电能够攻高 第一个对于大盘跟直数 甚至是其他类股 我觉得它都有一定的支撑的效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比较正面去解读 就是说对于台股的后市 并不会就是比较悲观去看 在目前的架构 甚至像外资在期货的进多单 那先后的布局都是比较偏多的情况之下 原则上我觉得 应该后面都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好那除了台积电之外 在今天的行情 原则上比较有买气的 还是在我们之前追踪到的游戏股 好 我们看今天游戏股的古王星象 差一点点要涨停了 来到434元 虽然在盘中 这个洗刷震荡是比较剧烈 留了很长的上限 那因为毕竟 以他的形态走势来看 是涨了100多涨到400多了 所以说面临前高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个 获利的解套卖压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就是要稍微去留意一些 比较高位阶的个股 就是在从今年以来 已经涨了好几倍 类似像王龙 我们也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追踪他了 因为我说股价已经涨起来 从30几涨到100多了 我说这地方我们就不多谈他的利多了 这半年前我们就已经跟各位谈到 他的一个趋势性跟前瞻性 那游戏股当中 我们最近锁定的这一档 我们花比较多时间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3687的Oh My God 因为他在游戏股当中 比较特别的是 其实在第三方支付的布局 他算是最先起跑的 在当时几年前最早推的叫 欧富宝 这就Oh My God推的 那现在欧富宝可以用的通路也很多 甚至跟政府的一些 像是停车场 自动扣管的系统都有合作 那更厉害的小经济 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的 这个叫绿界科技 目前在很多网拍 甚至是一些网路的商家 店家 甚至一些网红等等 一些做一些 个人甚至商店网路的收支付的系统 现在台湾做最大的就是绿界科技 所以说Oh My God在7月的一个亏转营 很大部分就来自于他这个小经济 绿界科技 那以他的一个获利的形态架构来看 明年可能会挂牌 那如果挂牌之后 整体的一个潜在收益就会提高 那除了刚刚谈到第三方支付之外 现在这个数位货币 他也推了一个叫稳定币的一个产品 这个未来 我一直强调 用区块链的技术 他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是相对来得多 所以我们看他的日线的架构 在9月份才刚开始发动 从第一波的起涨 拉回月线支撑再攻 其实目前来看 这个 我刚刚谈到 相对在低档的个股 其实你不用担心 很多人说 Oh My God这一波涨 好像蛮多了 是不是 这个要稍微留意 当然他从二十几块起涨上来 波段的涨幅也算多 不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是Oh My God的月线图 我们看到整个月线图的一个架构 目前看起来还是在 相对的低档区 那目前我们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他在 下半年 应该是说第三第四季 有机会转亏为盈的话 其实你看 这档股票已经整理了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来讲 应该是有机会 应该这么讲 会有一波反弹 因为这种转机股 其实 一旦他能够搅出来这种 亏转银的一个 应该这么讲 财报 带动之下 有时候股价的爆发力 会很强 会非常强 因为以这一波游戏股 很多已经不是涨一倍 很多都是涨了两倍三倍 你看这个 传奇 传奇的股价从39 涨到现在100多 涨了快三倍 网融从波段低 如果从19块算起的话 他是涨了快五倍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 谈到的Oh my god 这个底部趋势 是20块钱的一个价位 最近才月线 我们看了这是月线 它的月线的均线的形态架构 才刚开始翻扬 才刚转强 所以原则上我认为 这两个股在 后面的空间 原则上是 可以去做一个期待 因为毕竟在 整个营运的架构转型上 已经算是 有见到成效 所以我们最近在看第四季的各国 会从这些 营收的成长转机 带各位去抓 因为接下来财报要公布 甚至是 我们看到的是 从过去的财报 到第四季的展望 我们都做了一个 全盘的规划 所以说 在这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抓到不少 产业趋势明确成长的个股 所以说刚刚聊到的游戏股 我们最近看的 Oh my God 我们看中的是 它这样的一个转机型 从我们这个 9月20号第一天布局以来 从30块附近左右 到现在已经来到40块 那我讲后面的一个空间 原则上应该 应该还有啦 我们目前是做这样的一个初步规划 那另外一家 应该算是 我们在这个 留意到平盖股的 应该是这一档置身 4915的置身 也是我们在这次锁定的 业绩成长股 因为它在8月的营收 表现相当好 那我们目前在看 因为自身在蓝牙耳机 相机的镜头模组 其实整体的接当量都不错 我们来看 其实自身的股价 在这一波已经横盘 这个箱形 整理了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8月到9月 它的走势算是保守客气 但是如果以它的业绩 甚至苹果的一些订单溢注 其实第四季的获利应该会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在看最近外资也在买自身 那我们认为以这家公司业绩的一个爆发性 是可以比较正面做期待的一个加持之下 我们也会把它列入观察 这种都是我们讲的业绩好的股票 当它股价还被低估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就像这一波我们跟各位谈到的这个 应该说是第四季的行情 往往这个第四季的行情都是相对热闹的 所以说把握好整个上车的机会 这是我在这个第四季给投资人的一个操作的建议 如果说在今年你可能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系 很多人是不敢进场 因为常常三不五十就传来利空 因为川普推特常常发文 在今年我们已经见到很多次 但是往往这些利空彻底都是很好的买底 甚至是说即便有这些利空做打击 股市最终还是回到它的一个轨道上 那一些业绩好的股票 它还是能够走自己的路 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波是要带投资人这样去做的 就是说你不需要把中美贸易 这个所谓的不确定性看得这么重 因为经过一年的一些市场上的利空消化 都已经习惯之后 它已经不是会对市场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这一年你已经看得很清楚 好的股票它走自己的路 甚至我们推荐的游戏股 我说我之前讲网融 我还特别跟各位谈到一个观念 我说它叫做宅经济的概念股 有时候景气不好 反而游戏股是受惠 它反而是受惠 那景气好 它自然走自己的路 它业绩本来就好 也不受影响 所以它算是能够 比较特别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标的 所以为什么今年我们在年初 第一季开始 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位分享游戏产业 整个手游的一些发展 这些个别构思的游戏的布局 它们的营收获利的状况 我相信你看了这些 我们在过去跟各位谈到的这些分析 其实慢慢就懂 为什么我们的团队的实力会这么好 因为我们对于整个全球景气的看法 掌握 然后到选股 我们是一连贯 所以我也会跟各位讲 其实在接下来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部分 我说嘛就是比较正面偏多去看 只是关键还是在于 要灵活的应对 选股换股 然后让资金做有效率的运用 让资金做有效率的运用 只是说 有没有人带你做 这个就是差别所在 有人带你做 你做的会比较有信心 也比较安心 有人带你做 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高价股 你资金比较多的 那你更需要我们的协助 我们帮你的资金资产 都会做一些配置 所以在整体来讲 我会希望投资人就是说 或许你在这一波 想进场又不知道该怎么买股票 你可以跟着我们来做 我会带你去买 然后比如说像Oh My God 我们也会有讯息指令 会告诉你 整个买进的时间点价位 比如说你可能在9月20号以前加入的 你可能就有收到讯息 在盘中就知道怎么去做一个操作 那股票就是这样子 然后会有很明确的一个指令 带各位去做一个布局的规划 那最后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 期货的AI交易的系统 虽然说最近指数震荡是比较黏一点的盘 就是卡在这个区间 但是我们还是秉持着我们一贯的一个 稳定的方式交由程式的操作 那程式的一个系统 AI的部分 我们有跟各位谈到 其实你可以就是很放心的交给他 就是不用花太多的一个心思在上面 因为期指毕竟现在已经快要是24小时交易了 从白天到晚上 所以晚上的夜盘要怎么做好规划 做好布局 然后这些都交由程式自动去做一个运算 就可以 其实我们在今年的操作 其实我们看的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天 因为程式一定是跑长期的 我们的稳定性是非常的高 我们不敢讲说怎么绝对的报酬 每天要赚多少钱 然后我说这不可能 而是一套好的程式 它是能很稳定的提供你 很放心的 你可以把资金放在这个 起货的户头里面 交由程式自己去跑 然后过着一季每一季去检视它的绩效 其实这个中长期 我们讲力滚力的效果 它也会根据你的资金的部位大小 增加这个加解码的口述 毕竟是AI的系统 它会很灵活的一个调配 这样你的获利它会很稳定的成长 会越电越高越电越高 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很轻松的 因为你不需要去自己下单 你也不需要去盯盘 甚至半夜夜盘 因为欧美股市有什么波动 台子期的夜盘有一些波折 都会自动去做好 这些进出厂的操作 这个就是AI系统 目前这个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就在这 尤其是操作要更聪明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环境 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操作 你用过去的方法其实第一个错过很多行情 第二个也会让自己操作的比较辛苦 那总结来看 就是说这一波的股票 在第四季的一个操作 我们已经帮各位做好的规划 所以说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 从今年看我们的直播分析 你也认同我们操作的理念 可以赶快跟上来 因为接下来营收财报 我说很快就是要陆续公布 那有一些财报好的股票 我们已经先卡位好 所以我也想带各位 一起来卡位 把你的持股做转换 把你的资金 做有效率的运用 就是放在这些潜力股身上 那我们的操作 我讲过一定是代进代出 就是说 不论停损停利 我们都有一套的SOP 这你可以放心 然后第二个 在自动下单的部分 就是在今年我们才刚刚推的 这个AI期货自动下单 目前是在台子期的商品 我们已经是这个推了半年多了 我们预计接下来 还会有新的商品带给各位 我们先预告 因为毕竟现在 期货的商品非常多元 你看很多人会做一些 什么道琼期 然后还有一些石油的期货 像最近原油 波动的很剧烈 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关系 这些都是市场非常热门的 期货商品 而且也是几乎是 每天24小时的交易 我常讲要善用你的资金 善用这些投资商品 所以我们的AI系统 我以为各位预告 除了台子期之外 我们接下来 还会推出这些 应该说是国际性的商品 像刚刚谈到的石油期货 目前是全球期货交易量 非常大的商品 在当中如果说你做得好的话 获利的报酬率更是相当惊人 所以在期货股票 如果你资金许可的话 我都希望投资人 你能够多元化的布局 部分的资金 跟着我们的简讯操作个股 部分的资金 跟着我们的AI系统 那作为一个 旗子的一个商品布局 所以说 掌握好这些 投资商品的规划 所以原则上 我相信在接下来 大家一定可以操作越来越顺利 那10月份才刚开始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那双十节我们在这一次 也会有专案推出 当然你越早加入 当然就越早能享受 这个双十的一个专案 那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播导我们的免费咨询专项 最后祝投资人操作顺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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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